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DIENT认为 随着汽车控制技术和自动驾驶的发展 人们几乎不需要对车进行繁琐的控制 自动驾驶汽车内饰所承担的角色非常重要 驾驶员和乘客将花费更多的时间 在除驾驶以外的活动上 一旦汽车完成由计算机掌握 乘客对内饰空间的灵活性要求也随之上升 因此也导致座椅的位置可以适应乘客放松 工作和社交活动的需要 与此同时 未来移动性所带来的机遇 也为汽车安全和舒适性发起挑战 创新与设计公司的副总裁Richard Chang说 所有发生在车辆上的活动 其实都与驾驶无关 听起来是不是很荒唐呢 在这辆车上 乘客可以倾斜 旋转和伸展 除了让你坐得非常舒服之外 他们还可以监测你的健康状况 这个公司表示 在座椅上集成的生物测量传感器 可以监测心率和呼吸模式 在未来 它甚至可以监测血压 这些生物特征数据 可以在使用汽车的时候 发送给医务人员 介绍者说 它变成了一个迷你的诊所 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